我們到關小鳳京救護官 喜歡傻瓜電擊器的使用方法 雖然看起來這是一台小小的客戶 但對著鄉鄉發生死命危險的民眾來說 這台秀親傻瓜電擊器的體外自動心臟電擊驅占器 簡單讓做AED 是斑回補貴死命的重要客戶 建議電擊 正在充電 不要碰觸病人身體 所有人離開 立刻進行電擊 立刻按下橘色 完成電擊 一個是右鎖骨的上方 那另外一個是左乳側的下方 那你只要這個電流有經過心臟 它就能夠達成電擊的效果 那這裡有一個閃動按鈕 你只要按下去這個閃動按鈕 就已經完成電擊 那我們現在目前到院前是電擊一次以後 立即把它關閉 那就針對這個猝死的病患 馬上立即實施正確的CPR 為兩千年去 政府官本要這支推動 導航設計的傻瓜電擊器 在近過十幾年有關看不出信號 但蝦瓜電擊器實在是救人死命的重要價值 他們要暫現 管內公共中宿應該要多多設計 在國外他們是在公共場合上面 都一定會設有這個AED 那它的作用是 今天如果突然遇到一個心臟病發 甚至於猝死的患者 可以立即使用 根據統計 它可以提高一個病患的存活率 達到百分之五十以上 那消息會只說我們南投縣只有十二台 是因為我們現在目前也正在推廣 這個以後為了要提升我們全民的 這個猝死的存活率 這個政策是勢在必行的 南投官蝦峰教的表現 這款的傻瓜電擊器 操作使用很簡單 若是有興趣想要了解南投鄉親 都能夠前往官來和蝦峰分教 請到蝦峰下這支救護人員的核心 讓大家來增加一項救人死命的重要地下 既然見本選 蔡鳳報道